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这个 但是中国反倒真敢到政府去这么弄 可能还不让 但是就说中国有这个约架的咱们就说过 比如一个女记者约一个你们这个教授 最后一直就在微博上汇报战果 两拨人就来了 最后这个女记者就是说打的你们这教授 就是说后背 反正女记者在微博上报道就说 后背中了三角 当下给我踢了三角 他连还手都不敢还 就拨出去 所以这就是中国现在就说叫约架 有这个约架之风 现在可真是 好难不跟你斗 可能是啊 教授一般都是这样安慰自己 打输了就这样说 再说微博报道也是一面之词 没错 这种大家也没直接看到 我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听你们这样讲都很可疑 暴力 肢体的这个冲突 你像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百家讲坛上讲那个清代历史的清宫历史的给签售书的时候给来了一嘴巴 抽了一大嘴巴 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你看你这都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最新的上过咱们节目的一个一个年轻人 李承鹏 原来的这个体育记者 他外号叫李大眼 大眼吧 眼睛很大 很好看 对对对 体育记者 现在人家投足从正了 就是说足球都不理了 开始搞这个干嘛了 这个民权呢 什么的 但是呢 出现在这出一个新书 签售 菜刀飞起来了 你想一想 不是 先是说打的这个左耳的左脸都打红了 就是有有一个人 他们就说啊 说这个人好像是个律师 至少是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人 他李承鹏正在地头签名 突然就觉得一阵蒙头盖耳 就一下子给打的 现在上都上派出所了 理由是什么呢 也没有说 这个现在媒体的报道啊 你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你这 我现在真的觉得 我陷入一种真相的困惑和焦虑 比方说光李承鹏这个事 我就可以跟你讲啊 有一个这方面就说了 这个人是个叫毛左 你是毛左吗 有这么一种左派 打人的人 打人的人 毛左 也有些人说呢 弄不清是什么来路 但是说这个人呢 就是我不同意你书中的观点 但是我叫打你 你知道吗 我看到报道 这个表象是说他是汉奸 汉奸就能打 之前也听过这样的嘛 有一个老头不是被一个什么副教授 姓韩的 也打嘛 对对对 道理也是说他汉奸嘛 卖国嘛 反正是 这个报道非常有意思 这个报道我看了 他是这样报道的 我网上看到 他说他 他签名授书的时候 被一名群众 打 就是打 这个跟我一贯的阅读习惯 有点不同了 我们通常一个人是不叫群众的 只有一伙人 一批人 我们才会叫他是群众 被一名群众 对 说的也很顺口啊 说的不对 不会这样报道的 正常的情况 这叫个别人 不给他加上一个暴力分子的名字 就已经算客气了 就一个人 怎么就能断定他是群众呢 而你 你明白 然后被警察 这个非常奇怪的报道 你这交语文的 这个事关重要 这个 你这意思就是说 好比是说啊 他被一个人民 对 被一名人民 有这种说法吗 那背后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那个记者 水平不好 我们都知道 像在特区 很多文盲都可以当记者 你感叹就行了 那另外一个 是不是说 他把这个 打汉奸的人 视为群众的代表 等于是说 他本身也投射了 说 你看 好多人 社会上的群众 都讨厌这种汉奸 可以该打 其实有这种炸局官的投射 所以 嘉辉你看 没看过我小时候的电影 但是他说出了这个道理 小的时候 平原游戏队 你知道吗 李向阳 就是我代表人民 判处你的死刑 啪 就是一枪 这种 代表人民 对 这种焦虑 一直都有 直冬记得张爱玲 小团圆 他回忆路 不晓得真的假的 就是谈到他当年 什么坐车 被一个人欺负 被一个男人轻薄 有点非你 一个左派文人 好像是说 是不是说 不讲 不能讲 这圈里不能讲 那我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人大家都知道 因为好像有争议 也有些人说 这个人德高望重 干不出来这样的事情 而且是一面之词 是张爱玲一面之词 公车上性骚扰张爱玲 对 那等一下 因为张爱玲讲的话 也的确坦白讲 不一定都对的 对 他回忆了好多事情 他可能是女人的感受等等 对 不仅是这样 包括他自己 说小时候作文 什么被欺负 字数说明是500字 我就写500字 对 结果第一名写了3000字 那后来有人去考据 没有啊 那个真文比赛 在规则明明写明 5000字以类 叫张爱玲说的 不一定都是事实 可是话说回来 张爱玲的感慨是说 我可能因为他们觉得 我是汉奸的老婆 人人都可以来欺负 人人都可以来摸 所以汉奸在中国 从以前到现在 很好用的嘛 我打理不管什么 你是汉奸 我就打理 我就揍你 我就代表群众 我觉得可能是这种状况 所以你说这个事件的真相 我现在完全就是陷入真相的困惑 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 你要讲一件事情 现在就汇总到我这来的 比方说李承鹏这个事情 就是有些也有些人说 整个就是人家一出戏 演戏 这不就是炒作书吗 这些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说什么菜刀都扔过来了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说 说这个菜刀是他跟朋友开的一个玩笑 那个朋友给他带一个菜刀 所以拿这个红纸包着 是作为一个礼物 给他可能就扔出去 但是就是你该相信什么 我也想过毛左这个可能 我觉得有一些的群众 真的是群众 他们对于一些公知 现在自由派的一些公知很愤怒 对他们的观点不同意 所以上来出于无产阶级的阶级义愤 来打耳光啊 或者袭击一下 但我仔细想想 这可能性还是不是很大 我总觉得中国这年头啊 没钱人是不干活的 没支持是不出头的 这是你的这个判断 这是你的判断 但是有些时候就是 真的啊 就是那种就是搂不出火啊 他就 我得跟你说吧 香港有个节目叫城市论坛 你记得吗 每个星期天 香港电台组织的 就是论讨论政府的一些施政 都是一些老头在公园听 对 动不动 我每个星期 为援阿伯 对 每个星期就搭起来 你说他不见得是谁雇的 或者谁 难说 他有的人 难说 没有人阴谋 我因为你提到香港 我说就是那些老伯伯啊 平常啊 一个一个看碰到他们都非常好的 顶多骂几句张话一样 爸粗话 没有问题啊 我们也讲粗话的 那可是呢 一再每个礼拜的那个论坛里面 一群人 他觉得有安全感 有温暖 有后盾 他就打起来 然后还有香港不是从年头到年尾 都有游行吗 对 基本上从1月1号到12月31号 每个星期天 至少是每个星期天 对 没有游行当放假了 对 然后这一两年我们看到暴力事件越来越多 因为组织起来了 动员起来是各方面 以前游行呢 比较一面倒 是一方面的声音 现在另外对立面也说不对劲 我们也可以表达意见 我们也组织起来 那最近几次就是打记者 随便抓个人来打冲突 那有人访问他们就说 没关系啊 你没看到我们一帮人都在这里 我就注意到这句话 他一组织起来呢 就出了状况 所以我可觉得 我不晓得他为了什么理由 小时候看过个电影 讲苏联的叫以人民的名义 我觉得这以人民的名义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自己啊也想做人民 我也是人民嘛 我到店里边 他们服务态度非常差 上面挂了个牌子 为人民服务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是不是为人民服务啊 那个人理直气壮说 你几个人呢 你算人民吗 我们一个人 对我们只能 把人民逼 你说苏联电影啊 我还想起 我小时候看苏联电影 给了我最早的公民的启蒙教育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年代 有很多公知 自称为是公民嘛 说他多么有公民精神 我一听啊 我得到的都是不好的印象 因为我从小看苏联电影 我对公民这个词啊 和他们那个西方人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公民这个词 都是克格勃说的 公民把你家门打开 公民把你证件拿出来 这是翻译的问题 公民把你钱包掏出来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为财动力 凤凰大视野 中国入世十年 经历的调整 付出了努力 预见变身为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 汇集自身 也汇集世界 对各行各业 都产生的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我们带您以行业为经纬 透过专家解读 回眸这段不平凡的历程 焦龙 中国入世十年济世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王台 这个建于我对现在媒体报道 真相的这个焦虑 以后我在咱们节目里 我要加插一个小环节 就我搞一个我们的新闻联播 就是这个五张卡片 今天我给你报报 我们的这个新闻播报 周星驰 汤振业 当选广东省新一届政协委员 这都是真的 真的真的 真的 真的周星驰 都那个就把头发 他那白头发是染白的还是什么 染白的 对啊 都到门口招相去了 然后 刘家评语啊 你报完之后 你的感慨是什么 我的感慨是 政协 我觉得我的感慨 我可以插感慨 可以可以来 我觉得蛮靠谱的 还至少是广东省 蛮近的 我在香港好多朋友 给我看的名片 我以前讲的 海南岛 政协 然后什么什么西川 什么新疆 都有标准 咱们就不是 咱们就说实话 咱们说实话 真要让我感慨 对吧 我觉得周星驰完全够格 但是我脑子里的第一印象是 这能办一个双排车 就是那个省港两地的那个双排车 现在过百万了 双排车 然后第二条 寿楼小姐因为工作不顺 不满 年终奖缩水 喝醉了酒 裸奔打警察 有这样的事 再有一个是这个教授行业里的 李银河教授最近说了 说这个 如果说小姐是零售的话 二奶就是批发 为什么不抓二奶 这是李银河说的吗 金正恩贴身女保镖 惊艳亮相 美女眼神犀利 你见到没有 贴身女保镖 这个是他保镖 贴身女保镖 听说这两个被派去南行 先整过的 整形之后才回来 老外在上海过内库地铁日 市民目瞪口呆 假如你在你们上海地铁里 见这么一位 老外真是不管不顾 他想干嘛就干嘛 他干他相信的东西 你看 几东敢坐吗 我怕冷 我怕冷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我现在觉得 但不要讲公知不公知 其实现在这个语言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语言是最大的阴谋 语言是最大的一个权利 比如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把一些人叫成公知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把一些人叫成精英 把一些人叫成草根 甚至那天有个记者问我 说你对屌丝怎么看 我说 我对所有这种抽象词汇 就是一个词管一大堆人的这种词 我都很警惕 因为我看到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和那个出租车司机是不一样的 但是老有人企图用一个词把一大帮人概括起来 就是我们共同进退 我们有共同利益 他们跟我们是非我族类制造这种族群的冲突 对吧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知道什么精英 还是草根 还是公知 还是什么 我不懂 可是在人群当中 老实讲 我确实很希望听到一些言论自由 我希望听到一些 我比较看重的人 他的意见 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歧视 我觉得群众意见或者网上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值得尊重 我都很尊重 但是我不可能都看 相比之下 你总会挑 比方说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方说 如果说到电影 我想如果姜文接受了采访 姜文在哪说了一个什么话 我一定更加重视他的意见 我想看他的 不代表说他一定正确 但是说实话 为什么我就把实话说出来 我觉得他比别人聪明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他不是群众 甭管他是不是群众 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比我水平高 那么我就愿意听他的 确实有个不平等 对吗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样的一些人 我重视的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越来越进口不言 就不说话了 比方说现在 我说陈丹青 我注意到 他接受采访 就是你记者给我书面的采访提纲 我书面答复 对 我最近也出了几件事情 我就是电话采访 最后出来完全面目全非 我就也有点害怕了 我本来很怕书面写 因为我打字很慢 所以我想出个好办法 我就是说你电话采访 然后完了以后 你就E-mail给我 我再修改 后来发现他不E-mail给我 他就把你的其中一个话 或者你还没有说的话 变成个标题 你纠正都没法纠正 对 陈丹青那个方法好 我还没讲到设计政治问题 但是有时候你 但是你不要 这里边有些人像大眼那种人 他就陷身于这事的 那他自然不怕麻烦 但说实在话 有些个明白人 他自己另有天地 人家可能有人家的学问 有人家的生活世界 就是大部分读书人 这个小的多胆子小 对 就是说何必呢 如果这么麻烦 那我就不说了 过去我们讲媒体是一面镜子 对吧 什么样才叫真的镜子 镜子得无欲啊 可是现在有个最麻烦的问题 就是媒体都有欲望 就好像我希望你们都看我的节目 报纸希望你们 记者都希望你们看我的报道 你知道欲望会扭曲真相的 有的时候稍微就给你一带片 比方说那天我讲一很简单的事 就是说 袁厉海 那个县里兰考县 那不是建起了那个儿童福利院吗 因为那个火灾事故烧死了七个儿童 对吧 我就看 这个记者这个岛屿啊 有个干部讲话 当然是很不合适啊 当然很不合适 这个干部就说 原话说的是啊 我们现在建起这个儿童福利院 如果这个孩子的这个死啊 就使得那建起这个福利院的话 那么这七个孩子的死算是有价值 比如说原话是这么一句话 但是呢 这个记者他在引述的时候呢 他这个报纸标题可能就变成啊 兰考的这个干部说 这七个孩子死的值了 我不能说他没说这个话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转意啊 是有一种微妙的东西在里面的 你有点扭曲了他原来的意思 而这两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当时的语境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程度 语言引起民愤的这个程度 实际上是有一个微小的差别的 所以我就觉得 传媒呢 他要夸大你的错误 其实他说那句话本身是有点小错的 有错 他要把你这个错突出来 因为你讲这样的话 他的用意是好的 可是说这样的话不合适 对不对 说这样的话不合适 但是他就 他为了吸引眼球 为了让大家注意 他要是讲得很含蓄的话 人家也不看 这还属于事 我觉得这个干部没办法 怪不得别人 就是那个话不应该说 他是用值得吗 他可能是说死得 呃 明强 就是呃 不是全无意义 不是 你的没有白死 或者是之类的话 那你就 就是说这个干部 他明显的不会对付媒体 嗯 他太土了 他就不知道 你在媒体面前 你敢说这个话 你不能给逮着了 嗯 但是这在另一个方面 也让我看到啊 就说你希望的那种 百分之百复原现场的真相 嗯 不是媒体能给你的 嗯 对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 见 一个七风冷雨的时代 一段七美哀怨的爱情故事 一场现实与梦想 树费于追寻的艰难较量 戏剧大师吴祖光经典剧作 冯远征 余少群 刘化 成与莉莎 清情演绎 二十年生离死别 谁才是漫天风雪的夜归人 风雪夜归人 星光大剧院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来 嘉辉 所以我刚听你读白了五分钟 我印象最深刻是两个字 真相 你说没有真相 没有真相 我想到香港媒体圈 好久以来都有八个字 听起来蛮悲哀的 也是事实 是说什么呢 每天的报纸 我说媒体运作 每天要讨论 我们明天到底用什么 来做头版新闻 二版新闻 那有八个字是说 我们只问头条 头条新闻的头条 不问真相 你不要告诉我 你真相是什么 真相可能不好看 可是不好看 我们要把那个真相 包装成好看 值得把它放在头条 头版 成为头版的头条新闻 所以这些媒体 年轻人进去 你刚开始好像非常有理想 有热情 可是你只要每天跟那些人在开会 开了一个月 两个月 一年两年之后 你就懂了这八个字 既问头条 不问真相 不会管真相是什么 这是香港的状况 你像 我是只看头条 但现在越来越看不懂 不要说内容看不懂 有时候字都不认识 前一阵就出现 头条里老出现一个字 尺度 上面尺度的度 下面那个右 变成一个尺 谁想出来这么好的字 我都是还认字 看头条还能当字典 就是这样 不过我刚才另外一个感受 我们都是听了你的话 我们谈谈学习体会 就是我发现语言 真是符合讲对 就是语境 就是一个语言 就是一个力量 比方说 公知这两个字 本来是公共知识分子 意思对不对 是一个很正面的字 一说写 就是个负面的字 只要人家一说 你是个公知 这个就是一个贬义词 这个街上被群众打 是活该的 你如果是全称 有人打公共知识分子 这是错的 有人打公知 这个确定 还有两个字 屌丝 我曾经问了一下 人家跟我解释 就是某一个部位的谋 他们说这个 其实是 他说是最能够 接近想去的地方 但是永远去不到的 这么样郁闷的一个东西 可是现在变成了个正面的词 你知道 现在变成了 现在金钟讲 那个什么 这个阿狗 这个逃出德黑兰 赢了林肯 他们说的屌丝逆袭 对的没错 这个 这个屌丝 就变成了一个正面的词 就是语境 这改变 真的太大 那天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随口就说 我们这些苦逼屌丝 我说你四个字 男女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度 而且里面有性别启示 我说你是不是 我说你对那些网站的 编号